不过在施作工程时也要注意配套 以免引发民怨 像是太平区成功东路正在建制的下水道工程 从去年开始施工 不过没想到这一座就长达半年之久 除了影响交通 附近店家的生意也掉了好几成 地方是远生载道 七机车在狭小的道路中来回汇车 一旁是正在施作的下水道工程 看起来是显向环神 为了改善太平区成功里 建心里风雨碧烟的水患之苦 地方民态向内政部争取设置 成功东路下水道工程 从去年初开始进场施作 没想到这一座就长达半年 就是一直往上去这边把它挖一挖 这边说工程单位没有配偶 不能管线太多没办法做 所以一直放着放了半年 燕交解放到现在 影响随身安全 还有店家生意通过没办法做 这个路口又很脏 银建署表示成功东路下水道工程 总长度约700多公尺 有民众反映中平路和成功东路交汇处 从农历年开挖后就停摆 由于临近公所 学校和菜市场 每天车流量相当大 工程延宕不仅影响交通 同时也让附近商家的生意大受影响 因为之前遇到一些管线的问题 所以下游部分 我们就只有 因为那些台天跟中华街市的温柱 就是现在 暂时前我们一直往来 一直到往上游的部分是往那个 建设这个方向来做 那原则上目前 在那个中华街市的温柔 部份上已经 部部已经排除了 那目前我们在排除 进场是做的 银建署表示 之前由于当地管线复杂 因此才会一度停工 如今已经协调完毕 工地部分已经复工 整体工程 预计明年初就能完工 记者程庄安 台中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情况